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赛季堪称传控大师今年夏天,德国队在世界V上发挥不佳,但是克罗斯的表现尚可,在回到黄马之后,克罗斯的表现依然稳定,虽然他身边战的是金球奖热门人选莫德里奇,但是克罗斯的发挥同样可圈可点,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传球,前三轮是假联赛,克罗斯打满了270分钟,虽然没有助攻或者进球, 但是他却送出了333次传球,是新甲唯一传球次数超过300次的球员,排在第二个拉基地奇和第三个曼迪分别,有284次和263次,在成功传球数据上,克罗斯完成了322次成功传球, 而拉基地奇完成了264次,排在第三个拉莫斯完成了245次,传球成功率数据上克罗斯依然名列榜首,他的传球成功率高达96.7%,排在四级的拉基地奇是92.9%,传球数据和成功率还不足以百英克罗斯的传球水准, 他在本方办场的传球率为97.7%,在对方办场的传球成功率也高达96%,这意味着一旦克罗斯在对方办场拿球, 参与进攻的黄马球员很容易接到来自克罗斯输送的炮弹,威胁对方的球门,除了传球数据, 克罗斯也在防守上,取得了长足的劲,不,本赛季三轮西甲连赛过后,克罗斯一共来成了22次场段,场均场段多达7.3次, 尽管莫德里奇现在黄马中场的头号球星,但是克罗斯的表现也毫不逊色,拥有他们两人的黄马,取得梦幻开局也在情理之中。